一言风波而道歉的就是这位官员 他就是国防部长陈兆敏 他曾经发表因为319枪杰的言论 他认为第一现场不是在采南市的金华街 引发了言论的争议 今天他终于强调 他对陈水平总统没有任何不尽之处 但是对于自己的发言不当 浪费了社会资源 他觉得相当抱歉 拖了五天 国防部长陈兆敏终于亲自站上火线 为自己在立法院发表319言论 引爆的争议公开道歉 而他也是马总统上任之后 第一位公开道歉的阁员 造成社会争议困扰及国军形象 也特别表示歉意 也没有恶意 也没有对陈总统不敬的 陈部长这回显然有备而来 带齐眼镜照稿念 要到前面火可不能再节外生枝 而针对立委丁守中在立法院争论 桃园是否有军用机场 陈兆敏直说是自己搞错了 当天质询跟达询之间 确实有认知上的一个落差 已是产生的误解跟误会 对于造成丁委员的困扰 也特别向丁委员致意 才刚上任就连续出错 甚至还被记者反呛幕僚 没进入状况 陈兆敏续心接受 陈兆敏全盘接受外界指责 发言结束又向在场所有人 深深意鞠躬 就是希望风波尽快平息 直播拖了五天才亲自说明 这样的危机处理还是让人捏把冷汗 都许然承认好王泽南 SNC小组还别不到 一看到马英九总统 今天和副总统肖万长 来到了总统府的每一科室 向总统府的员工问好 那么马萧所到之处 让员工都相当惊喜 一看到马英九总统府员工超兴奋 除了问好 当然不能忘记要签名 对对对谢谢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要的 为了展现诚意 马英九和肖万长连总统府厨房 还有汽车保养厂都亲自拜会 还一一和员工握手 来到自己所服务过的第一局 墙上还有他过去的照片 马英九和总统府重要官员通通不穿西装 毕竟要大家节能省探台要从自己开始做起树立新典范 总之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不管是风和日历还是阴雨绵绵 马总统总是清晨六点半准时乘跑 出了门右拐弯上山路 每次总要跑满四十分钟 但六月份马总统即将搬进位于市中心的中心寓所 到时该去哪里乘跑 国安单位已经准备好了 四套计划 这里就是A计划市北市的校园 你可以看到呢 这是一个口字形相对比较封闭的校园 而这门口还有警卫 在这边呢 围案相对比较单纯 但是呢 这里是圆形的PU跑道 再加上这里没有高低起伏 担心马总统会跑步习惯 同样也是比较封闭的空间 还有弯曲的小镜 以及高低起伏的地形 这里是B计划植物园 早晨来这边跑步呢 还有新鲜的空气 但是 树木多 四角时角也多 围案将是一大考验 同样距离中心一所也不远的自由广场 就是马总统早上慢跑的C计划 因为这里是开放空间 所以空间比较辽阔 但同样也因为这里是开放空间 所以有很多民众进出比较复杂 马总统要是真的来这边慢跑 恐怕会变成活的 会跑的观光景点 要是马总统不想劳师动众 最后的第一计划 就是留在寓所围墙内乘跑 如此一来 虽然没有安全顾虑 但是空间狭小 马总统恐怕很难跑的尽性 四条计划各有优缺点 最后还是要由总统自己决定 多讯居然王泽南台北不到 马总统热爱慢跑的程度 上班前也跑 出国访问也要跑 所以跑了十几年下来 他的三双慢跑鞋 其中有一双 还是美国知名的总统鞋 包括美国历任的总统雷根 布希还有克林顿 都有一双 那么马英九在当选总统之后 也成为了名副其实 穿着总统鞋慢跑的总统 慢跑是马英九超爱的运动 市长任内访问纽约 参选总统 甚至当选后 还是每天早上晨跑 但你知道吗 十几年下来 马英九却只有三双慢跑鞋 轮流穿 破了还舍不得丢 现在比较常在修了 却剩下两双 连慢跑鞋都不会丢掉 都拿去补 对 甚至已经都已经坏了很严重 有一双修五六次 三双穿换一双 剩下了两双慢跑鞋 其中一双是新来年轻人喜欢的Nike 款式比较流行 另外一双慢跑鞋 可是大有来头 这款总统级的慢跑鞋 马英九总统也有一双 而他也是美国历任总统的最爱 雷根布希 甚至克林顿总统 他们之前都有穿过我们家的鞋子 正统的美国品牌 整双鞋 Made in USA 前美国总统克林顿 在白宫前跑步 就是穿着它 名称就叫总统鞋 胡志强也送过马英九一双 曾经那个胡志强市长 他也送过一双 这双鞋给我们的马总统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客户 他们是买了一双 又一双的一直在卖 可能是在美国留学 马英九中爱美国品牌 无巧不巧也成为穿总统鞋 慢跑的总统 东东区的刘智克拉杰 台北报导 有这最新消息 远东航公司向法院申请重诊案 台北地方法院在审理之后认为 远航的财务迄今没有透明 没有配合重检检查人必要的检查 而且远航的签证会计事务所 已经宣布停止委托 所以今天裁定公司重整事件 予以驳回 这些消息我们在后续会有追踪报道 油价头痛的话题 下一周将一次涨足六块钱 可能会登上时尚新高 那么会不会引发民众 囤油的危机 卫报弹到处跑呢 今天东森新闻记者就发现到了 有一位民众开着辆大卡车 载了满满四大桶的大铁桶 到加油站去一次加足 他要干什么 这位老板解释 他说一个工厂的堆高机 需要用这四大桶的油 消耗量很大 不过也让人不禁质疑 加油站难道不用严格的把关吗 加油站员工爬上货车 拿着油枪对着四大桶的铁桶加油 只见加油表的数字不断地上升 四桶油加满总共八百公升 就要两万两千多块 男子为了付油钱 一连刷了好几张卡 让人不禁怀疑 难道他想囤油 趁着下周涨价钱大捞一笔吗 我们的堆高机 堆高机 我们的堆高机都固定时间 我们的堆高机都要来加 小公子要清洗起来 本来就堆不油了 我们跟着这位先生回到职场 一台台的堆高机正在作业 老板说工厂里头总共有八台的堆高机 一个星期就要用掉四桶两百公升装的油 并不是故意要囤油 算一算如果下礼拜油价一次涨足六块钱 职场一个月要用掉 十六桶两百公升的油来算 每个月光是加油的费用就要多出两万块钱 只是民众一次加足四大桶的油 为何中油不用审核 难道不怕有人借机囤油吗 事实上中油规定碰到客人拿油桶来加油 汽油超过两百公升 柴油超过一百公升 加油站就必须要提醒顾客 必须要储存在消防安检合格的地方 不过 不过 感谢观看